好,我把所有的界面全部拉出来 排列成比较像旧的2017的长相 其实这都是 你其实还是要知道哪些东西在哪里 那因为这些位置都可变动 在2017也一样都可以排来排去 所以也可以排到这边排到这边 好,那接着呢我们要来看一下 这边排列完了嘛 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这个背景这边的控制 好,那另外呢 我们再进来的时候 因为我现在的模型按一下F1 其实呢我是只有一张贴图 只有一张贴图 然后UV是共用的 所以虽然我现在是可以拆分成 Material ID分成好几个 不过呢因为最终会把图合并起来 所以我不能用 我还是得回到 虽然我刚刚有讲说 每一个我可以设定不一样 不过还是得回到一样的 因为这样子解析度才会一致 那我最终合并贴图的时候 才不会出现有的是弧的 有的是搞解析的形式 好,那然后呢 我们再进来的时候呢 已经选择了这一个 model呢是Materic Roughness的形式 那这个呢就在shader setting这里 这边 看不太到 从这点 好,这样看到了 OK,就是这个地方 每一个 就是Adobe的 然后 这个是Dota的 PBR coding的 然后不同的形式 就是我们在一开始new的时候 所选取的template 这边呢就是在选shader的template 好,那每一个template进来呢 有它的shader 这个shader的参数 所以目前呢 PBRMetal Rough 那所用的参数在这边 那如果你有使用那个 parallax occlusion 平行的 遮蔽投影呢 那会在这里下设定 那这边也不管 好,我们到shift的这边来看一下 shift这边呢 包含了很多种 我们的 笔刷的tool 好 就这是个抽屉嘛 好 所以有包含alpha 有ground trees 好,就是这些掌污的图像 有procedure 程序贴图所产生的东西 那这些图像呢 都有small,medium,large 可以切换 滑鼠停留在上面 它会开放出更大的显示 好 回到medium 好 那如果是texture 好 那当然texture里面 可能有的是normal 好 因为normal也是贴图的一种 所以 你单独这样看 它一定会一起进来 好 那另外在右边这边呢 有一个filter的按钮 好 我有把它开起来 这个打开以后呢 你会看到它的 答案结构 就是这存在于你的硬碟中的 呃 substance painter 里面的目录它放在哪里 就这个 这些东西是放在哪里的 所以 如果你要自己建 或者要找它的话 呃那就在你硬碟的这个位置上 好 那 然后呢 你也可以换成另外一个模式 就是 好 呃选取usage的形式 就是 呃 有没有 在这个里面 固乱举里面又分成一个position 一个substance 各有不同的呃 呃来源 那这上面会出现 好 这个呃小指标 好 那另外最后还有一个是选取 用找的 比方说我要找alpha alpha 空一个 张的 好 那就会出现alpha third 好 这一组 好 那 如果你还要再找别的 就可以在逗号在后面 再加 呃 好 可能打的不完整 所以没有出来 GRO 好 他就把呃接近的宣布找出来 好 嗯 那这一组我也可以把这一组东西定成另一个新的shelf 另一个次抽屉 因为这是alpha third 就是alpha里面属于dirt的 那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好 把它变成另一个抽屉 在这 好 可以变成另一个抽屉 那当然我可以把它关掉 可以 好 那这么一来呢 呃 我们大部分的操作的需求大概都有了 那有但有一些是你可以储存啊 这些 好 那这个平常不用可以关掉 因为有时候占空间 好 好 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 呃 呃 material ok 好 例如像这样啦 这其实还是可以 呃 你还是可以让它 呃 错 好 呃分离出来 好 就是 把这些东西呢 再抓出来 再另外单独的 呃排列 好 ok 那再接下来呢 呃我们要处理一下 整一个模型的 呃 这个setting的部分呢 textual set list 跟setting 好看到 那这边呢 呃 点进去backmesh map 好 那我不算normal 好这个我不计算normal 所以这把关掉 这个把它打开 关掉 关掉 ok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看到 你每一个需求是什么东西 好 ok 那我们现在呢 呃需要的是 呃要计算 这些 好 那textual set 目前是在这个部分上面 好 呃大小2048 这些都不用管他 然后呢找到一个 呃ID档案 ID档案是什么样子 呃这个样 他的 你必须除在有一个高面或低面 没关 呃 我把vertex color开起来 嗯 没出来 啊 好挂个vertex color好了 嗯 嘖 滑鼠跳跳 再 呃VVV 在下面 好 呃 目前这个模型上面已经被我涂了 vertex color定义 好 那这个呢 就会是我们的 这个要输出一个ID 呃 呃就是hydrant ID的 呃 呃 FVX 给 subtense 好 那在这里呢 所读的就是这个档案 然后我们呢 我就可以做 呃 单一个算或者全部一起算 因为反正在一起就一起计算 好 算完以后呢 啊 我们就有这些 答案 那每一个会义中它的颜色做它的 ID遮罩 好 啊 其他的部分呢就是 它的 啊 channel 通道贴图 那我们可以按 shild b 好 切换去看 哪一个 好 那切进来以后你就可以按C 好 那继续按shift b id word space normal 好 这边你会看到有没有 呃 shild b 在看 meshmap 然后shift c 在看channel channel channel meshmap 好 所以 ID 全部ID就长这样 那必要的时候它就是我们的遮罩 那世界坐标的normal 我们没有算normal 所以它目前没有资料 好 那厚度贴图没有算 所以没有资料 那position 是在空间 好 然后它的轮廓线 MV occlusion OK 好 那按一下amp回到材质的部分 好 那呃 所以 我们需要用到的texture set 已经准备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准备进入rlay的处理 现在我们这次看